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内阁该组传闻不断,由网络媒体左右报道指,总统蔡英文,行政院长赖清德大年初四,19日,当天曾针对内阁该组交换意见,对此,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,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军回应无此讯息或不知情。 苹果日报报道,黄仲彦表示无此讯息,徐国勇则说,不知相关讯息,不早的两人会误与否,也未接或近日将宣布内阁为条的通知。 报道指出,至于赖清德昨夜会民进党团宗赵科建明,是否与内阁该组有关,徐国勇博士并澄清,因新会期将开议,赖魁一礼拜会党团就法案进行讨论,许多立委也在,不可能商讨内阁人事问题。 上报所报道,内阁将在27日立院开议前,进行为服该组,并指大年初四时,赖清德曾为此前往总统官邸,跟小英总统交换意见,两人也趁昨天立行会议期间再度展开讨论。 报道指出,可能易动的部会首长,分别为劳动部长林美朱,教育部长潘文忠,国防部军务副部长蒲泽春,其中林,潘两人将因个人因素去职,改由劳动部次长苏丽琼,高市教育局长范讯律接任官位,蒲泽英庆复列雷建案调职,转任辅方战略顾问,国防部副部长已缺由空军司令沈一鸣升任。